Hello,大家好,我是包哥 今天我把小燕子带到我们中国来了 大家也知道这个房子是包哥租的 前两期视频包哥也没更新 一直为小燕子这个事奔破了很长时间 越南的农村包哥和他爸爸和他哥哥和他妈妈 还有他的妹妹都交流了很多 因为他爷爷奶奶那里 大家也知道这个作片房 还有小燕子帮他爷爷奶奶也干了好两天的活 晚上睡觉的时候主要是文字虫字多 把小燕子身上都咬了一点 比较多因为他也没有文章 晚上重多 小燕子告诉我 他说要想到中国来 包哥也把小燕子带到我们中国了 他一直说要在中国想找一个事干 我说现在还没跟你签证 对吧 如果签了一个长期的签证 小燕子可以在中国找个工作也很好 我先问问小燕子的情况 小燕子 你为什么要想到中国来 我住在他家 没有信号 没有网络 没有新的浴室 或私人厕所 所以我想来这里找工作 小燕子他说要到中国找工作 要么我帮你帮你帮我 你亦可能住 我没有钱 我想留在这里 留在这里也不行啊 这个房子 你住在这里 我也住在这里 都不方便 对吧 小燕子 我这里不能住 我可以帮你 外面找个房子住 小燕子 如果你不可以在这里 你能帮你找个房子 在外面 我可以帮你 在外面找个房子 我可以帮你 在外面找个房子住 不 我不想去外面的任何地方 那里太贵了 我可以睡在这儿的地上 你可以睡在床上 哎呀 你睡在一个地上 也不好 水利地 也弄成关节眼啊 我睡在床上 我们也不方便 对吧 我呢 我还是小燕子 他不想到外面去 就是要 要赖在包哥这里 我呢 也烦 因为他爸爸妈妈 哥哥 妹妹都把小燕子 都把小燕子 交给我了 我也要替他 负责 不难睡在地下 弄出了一头 一头病 也不行 对吧 小燕子 不行 睡在地下 水利地 晚上睡觉 弄上关节眼 不好 还是外面找个房子住 小燕子 包哥压力也大 本身包哥一直穿越在越南的农村 现在小燕子到中国来了 是吧 虽然他没有签 长期的签证 他现在签的是临时签证 临时签证 只能在中国 做一个星期左右 要回去打卡 一个星期就要回越南打一次卡 也烦 但是在中国的边境 还可以 如果到我们中国的上海 或者到别的地方 去玩玩旅游的话 小燕子 毕竟要给他签一个长期的签证 长期的签证 一般的越南人 在我们中国签个长期的签证 也是一个月 人民币大概是700块钱左右 六七百 就可以在中国一个月 现在签证也送了好多 也方便 三十天 如果在河口这里找工作 也不大好找 工资低 一个月也是在两千块钱左右 相比之下 在越南要好多了 越南他们打工的话 平均工资 人民币只有1500 最高也是2000 在中国的话 他如果洗洗碗 在饭店里面端端菜的话 包吃包住的话 小燕子也没办法 我想还是决定 把他外面住房子 如果小燕子住在这里 好多的粉丝 好多的粉丝 还有我的老铁 要说我 也说我包哥 老不正经 对吧 虽然 包哥做一点 好事 但是好事要做得漂亮 不能让别人说 如果小燕子在我这里搞个折播 我想再联系小慧 把小慧联系过来 让他一起在这里折播 让小燕子 对吧 体验一下我们中国的网络 折播的利用 看看我们中国人怎么样 对吧 也是中越友好 一种互相交流 一个平台 也蛮好的 小燕子 这样吧 我还是决定 外面找房子 让你一个人住 然后再帮你找工作 如果这里中工作 找不到 我就帮你 办一个长期的签证 这样就对了 这样 小燕子也到我们中国来了 平常时候 我也帮他折播折播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看看什么情况 然后有好的地方 就帮他找个工作 没有好的地方 包哥就帮他 在这附近 找个房子 让他住 还好 前几天的视频 包括 抱宝 小丽 他们放假了 都回到越南的农村 他们回家了 本来的话 如果他们在的话 可以和小燕子 打成一片 也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然后 我想 还是这样决定 帮他找房子 找工作 房子找不到 工作找不到 然后就帮他办一个长期的签证 开我的车 让他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的大河河山 让他走一走 看一看 也是很好的 再过一段时间 包哥再回到他的家乡 再去看看他的父母 他的兄弟姐妹 也是蛮好的 好吧 好 这期视频 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家人们 对包哥的关注 以致死 谢谢大家 拜拜 关注包哥 带你旅行不迷路